手拿笛子站在日本迪士尼城堡前 网红长笛姐姐在镜头前 踩着五步蹦蹦跳跳 但就是这段影片让她遭到网友出征 换个视角这天长笛姐姐穿的是 动漫我推的孩子中的制服 她将拍摄的作品后置上传到抖音后 被点出园区内其实完全不能带乐器 也不能进行像抖音的商业拍摄 以及大动作变装 加上园区人来人往 一不小心可能已经影响到他人 眼见这伙越烧越旺 长笛姐姐马上把原文删除 其他影片留言却被酸迪士尼好玩吗 专家表示其实迪士尼在这块的规范 确实多数台湾旅客容易忽略 禁止在园内Cosplay 或者是说禁止携带乐器 而且催奏或者演奏 然后我是说有一些商业性的拍摄 那在园区里面也是禁止的 陈吉月一天时间长笛姐姐透过IG发道歉声明 说第一次去迪士尼不清楚相关规定 一漏不能戴乐器这是深感抱歉 至于服装部分因为入园时就是穿这套制服 因此当下没有认为不妥 他想调除了拍摄是在能看到城堡的边角处进行 抖音账号也没开盈利 没签署合约 再次感谢大家批评指教 旅游在外国情大不相同 毕竟是流量网红 考量给人的观感 确实在决定前得多些三思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